编辰 我們大家先請合掌 南母本師釋迦懦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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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聖聲為廟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辭 願解如來真實意 各位法師各位就大家彌陀佛 我們看一下課本第六頁 屬第 那講到這裡吧 好 倒數第三項 那前面是講到 這個已經 因為老師的秩序已經差不多結束了 那後來稍微說到一些問題 他說 這個 因為他說到眾先生利益的佛法 正以念佛 但其實他說佛天例如就是 後來念佛 我們的念佛 其實第一個 他是從念天的思想上發展起來的 我們會發現到包括淨土法門的淨土 如果你比對過 你比對過 其實淨土最早的原型 是什麼 就是北聚如洲 他是那個大概就是跟北聚如洲的描述 那北聚如洲其實是人間淨土喔 這個我們稍微 因為他後面講到所謂的佛天一如嘛 其實他導師下面寫的念佛 那第一個就是 這個念佛的思想有一點像念天的思想 因為佛陀在早期就是對居士講 有所謂的六念法門 那念六念法門 六念法門裡面 他是針對那一種比較怯懦的 害怕的人 多數是在家 當然也有出家 那麼假設你在森林裡面或是怎麼樣 讓你感到害怕 那麼這個你就念佛念法念生 念師念戒念天 那麼他就種在所謂的義佛念佛 那後來佛要入涅盤之前 我們看長安靜也是這麼講 你就念也是一樣 念佛有佛的遺跡 還是佛的 主要是佛的遺跡 你就到這個是佛所出生的地方 這個是佛 佛這個成佛的地方 轉法人的地方 涅盤的地方 然後意念不忘 生起信心 那就變成這樣 那他這裡講到所謂的佛 就是說其實這裡的念佛跟念天差不多 那我曾經特別跟他比對過 就是淨土思想 那麼因為你如果我們現在的淨土 主要主要是三種 兩種 其實我們現在的淨土 北傳的現在台灣流行的淨土 基本上就是三種 一個是一個是所謂 維世學者比較強調的 彌勒淨土 我們先大概這樣講好了 就我們把淨土的東西稍微說一下 因為現在念佛就是深淨土 這個是結合 已經是結合了 他的佛天一如就是你念佛跟念天差不多 這是觀念 那我們先了解一下 現在我們的念佛就是跟淨土結合在一起 就是念佛生淨土 就是念佛求生淨土 那佛陀早時代的念佛跟求生淨土沒關係 那麼佛在世的時候 佛在世的時候念佛是佛法生師借天 那麼多數是會在家收的 那出家人也有 那慢慢慢慢慢慢 就是我們說過 這個念佛 一開始是念佛的功德 念佛的功德 念佛十號 念佛十號 不只是十號 那多數是以十號為主 大智慧裡面講到應該是二十一二十三 有講到非常多 就十號 那如來應共政變之明心主 一念佛的功德 生起信心 那一念佛的功德做什麼 有為者亦弱勢 就是生起這樣 向佛學習的心 因為你念佛的功德 你向佛學習的心 那這個叫做皈依 皈依其實就是 我對於你所擁有的成就 非常的尊重佩服 我決定向你學習 這個是皈依 原來皈依是這樣 所以皈依佛要向佛學習 基本上是這樣 皈依法就依法修行 通常是這樣 好 那麼 念佛的時候 念佛的時候 慢慢慢慢 佛命 開始變成念佛聖 那麼這個都還是 念佛 那色心 那麼這個基本上都是 第一個 深信心 深信心 那第二個色心 因為他雀諾嘛 然後所以升起 然後色心 就是都色六根 敬念相繼嘛 好然後 之後 不是 之後不是 不是要求生進土的 還沒有 那個時候還沒有 後來慢慢慢慢 都是因為這樣 然後 諸二莫咒 眾善奉行 致敬其義 都是這樣子的啦 然後後來 就變成 開始 就是 升進土 講進土的殊聖 剛才本來只是講佛的相好 後來講進土的殊聖 那麼 以往生進土為因 開始變成 以往生進土為因 然後 念佛的相好 念佛的名號 本來是 念佛的名號 念佛的相好 那麼 意佛念佛 升起信心 然後學佛修行 一開始是這樣 後來就慢慢 開始 再加上 除了佛的相好 佛的書聲 再加上佛 往生的進土 然後開始有求往生進土 那麼進土基本上在 就是說 通常後來的念佛 就是念現在佛 這個是 本來是釋迦摩尼佛 本來是釋迦摩尼佛 釋迦佛 那釋迦佛 滅度 就變成現在佛 或是 當來下身佛 當來 當來就是彌勒菩薩 那現在佛 就不一定 十方佛 那印度流行的就是 阿出佛跟阿彌陀佛 那到中國的話 基本上 我們把念佛 升進土 那麼 就所謂的進土法門 那原來的 原來的念佛 是進心法門 進念法門 進念相繼 進念法門 進念法門 諸惡莫作 眾三奉行 自盡其益 原來是這樣的 好 那就是說 淨土法門 在中國 在中國 它基本上是三種淨土 就是彌勒淨土 多帥天的彌勒淨土 在印度 在印度 是阿出佛淨土 這是表製的 但是它雖然是這樣 它也跟你講 如果你要往生到阿出佛的淨土 阿出佛國經 如果你要往生到阿出佛國的淨土 那裡面就有一段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 這個 這個 你 一個比丘 聽到阿出佛的書 神 他就跟佛頭講說 世尊 我要往生阿出 那個地方那麼好 我要去阿出佛國淨土 佛頭就 佛頭就喝著他 你這個愚痴的人 你以這種慾貪心 要生阿出佛國淨土 你是不能去的 就是你貪戀這個 你是因為那個環境好 那個殊聖 你以起這個貪戀心去 你是不能去的 那他還是在這裡 那彌勒淨土也是 彌勒淨土 你看《雨潔師帝律》裡面講到 類似像金剛經講的 若以射進 但是他說 此事用慾貪心來求佛 你是不能見佛的 還是這樣 你像那個為師法門 傳出來的一個故事也是這樣 就吳卓世青 那麼就是聽說吳卓在 在什麼山裡面 拜彌勒佛 拜了多久 三年都沒有見過彌勒佛 那後來他就要下山 然後就見到有人在 在這個磨 磨那個 一個鐵棍 要給他磨成針 他就說 世間的人 為了得到英文小的利益 都那麼能夠 能夠專心來成就 我為了要見彌勒菩薩 怎麼三年見不到 我就黃偉了呢 就退心了呢 所以他又回去拜 就這樣好像年去拜了久 都見不到彌勒菩薩 那後來他就 大概是見不到了 所以就下來 下來之後 就看到一隻狗 這個故事裡面可以知道 然後那個狗 這個肉裡面都是那個蟲 長農 他就覺得很可憐 他就用 他又不小心 他又不敢傷害那個蟲 所以就用舌頭去把那個什麼 把那個蟲黏出來 他幫他抓死 就是他生起慈心 這個時候他就見到彌勒菩薩 因為彌勒是什麼 慈世 慈悲第一 他心相應才能見到 法相應才能見到佛 這個早期的進主思想都是這樣 他重點不在見佛 重點在見法 好 那麼後來就開始 就是 我們中國的基本上就有鑰師佛 那麼印度的 這個是表性 性為能入自為能度 基本上是這樣的 後來到了中國不是這樣 這個是表 來生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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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現身的利益 這要是 要是流離光淨土的法 是表現身的利益 腰纏十萬貫 其賀上揚咒 像這樣 又有錢 現在又不用刻骨修行 來生又都可以到淨土法門 學習佛法 然後又可以後來又可以成佛 你看多好 都不用禮五玉修行就可以 就是說 他是百分之現身的利益 他是表示來生的利益 那以前佛教不是這樣的 就在印度 他是這樣子的 好 我們先大概知道 然後稍微講一下淨土這個概念 因為他講到 念佛對我們的影響其實太深了 就是念佛法門 十個出家人裡面 至少有六個七個 明清以來就這樣 都是要往生淨土的 一千個在家人裡面 至少有九百五十個是要往生淨土的 那怎麼往生呢 如果這一千個人裡面 大概多數都認為 我只要好好念佛就能往生 大概都這樣 大概都這樣 那麼 發願 回向 在家好好念佛 或是在試驗好好念佛 那麼就變成 就變成是 往生的主要的條件 那如果你真的研究淨土法門 第一個 如果講往生淨土 他也不是這樣講的 何況 念佛法門 他並不是我們想像的那個樣子 好 那現在再來講這個 就是說 所謂的淨土 一般我們可以這麼分 我剛才跟大家講過 你如果把阿彌陀經的淨土 因為我們今天重點是阿彌陀經 或是阿彌陀經講的還不詳細 講那個 《觀五量壽經》裡面講的那個淨土 就講得多一點 那《五量壽經》基本上是講 本院 就是 這個 法善比丘的修行 他是怎麼成就的 講這個 其實主要是 主要是《五量壽經》 《觀五量壽經》很明顯是比較 比較後期的 就是說 《觀五量壽經》是一個修行的方便 《觀五量壽經》是在方便之中 在開方便 為什麼呢 因為 《五量壽經》是講 往生 必備四個資料 四個資料 就是 發菩提心 這個不能少 世青菩薩 往生淨土論 就這麼講 惡聖總不生 惡聖總不生 那你說阿彌陀經裡面那些不都是阿羅漢嗎 那些都是回小向大 以法華經的道理來說 然後 所以 第一個一定要發菩提心 上中下背都要發菩提心 第二個要修諸功德 那 你上背中背下背 就跟你擁有什麼樣的特質來分 你有擁有智慧的功德 你可能 建法 你可能上背 是這樣的 那麼 上背 是大修功德 修很多 修 很好 那麼 中背 中背的人 是修諸功德 修到一定的 那 下背的人 是多少修善 這來分的 那其他都一樣 其他發菩提心 那 修諸功德都要 但是修功德的質量跟數量不一樣 造成你的上中下背 他鼓勵這樣他來鼓勵你 好 那另外就是 另外就是 一向專念 回向發願 就這樣 那到了 到了阿彌陀經 他把它濃縮成所謂的 種在信 信願形 基本上是這樣 後來才有所謂往生三之糧 這是 信願形是 依這個阿彌陀經的 那如果依無量壽經 那阿彌陀經是 阿彌陀經其實是 可以講無量壽經的濃縮版 阿彌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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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關無量壽經是另外一個系統的 關無量壽經是另外一個系統的 那麼沒有發菩提心 你看什麼 這個 無量壽經的這個法戰比丘 是 在四字在王佛的時代 看見十方諸佛的進途 他發菩提心 我要跟諸佛一樣 而且我要成就這些所有諸佛的功德 那他問四字在王佛 請告訴我要怎麼修 才能夠修到這個樣子 關無量壽經不是這樣 那當然四字在王佛怎麼跟他講 說你自己知道 他真的是自己知道 所以他是用無量解來修行 那關無量壽經不是這樣 關無量壽經是 他被他的兒子忤逆 那先生 平伯說論被餓死了嘛 死掉了嘛 那他就覺得 我到底是前輩子造了什麼 你會生下這個兒子 那這個事件太苦了 他就 他就意念佛 然後希望佛 來能夠見到佛 那後來佛現前 然後他就問佛 那這個事件太苦了 有沒有哪一個地方 我可以去 不用那麼苦的 佛就給他看 十方諸佛國土 他看了之後 看到極樂世界很好 那個地方最好 告訴我怎麼去 法藏比丘不是這樣 法藏比丘是看到 十方諸佛國土 他問四字在王佛 問四字在王佛 這些佛是怎麼成就的 我要跟他們一樣 告訴我怎麼修 圓其西不是這樣 圓其不一樣 圓其不一樣 圓其西是看到 釋迦佛給他看 十方諸佛國土 他看到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最漂亮 告訴我 要怎麼樣才能去 這個就不一樣了 你仔細看 我是研究過淨土法門的 你仔細看人家比對 你就發現到這個不一樣 圓其不一樣 一個叫做莊嚴淨土的法門 一個叫做求生淨土的法門 那麼莊嚴淨土是菩薩在修的 求生淨土是凡夫在修的 這不一樣喔 菩薩道裡面 照理來講 大聖都要發菩提心的 沒有那個不發菩提心的 但是多數的人後來都 一關五亮壽間 五逆十二 臨命中 臨命中 初十身念佛 叫做慈敏念佛嘛 因為下禮下禮十六關嘛 雖然講十六關 十六關是符合 開始淨土法門 淨土法門 佛滅後初級大聖 不派時代就開始修 修佛的向好了 修佛的向好了 那麼 他也延續這樣的觀念 但是他把它轉到 比較說你求生淨土 然後五逆十二 無量壽金不開的 五逆十二他開了 五逆十二不能往生的 你求生沒有辦法 但是他可以 就是第十六關 十四十五十六四 三倍九品嘛 十五品往生嘛 那前面十三關是從弱日關 修到這個西方極樂世界的 一正莊嚴嘛 然後有官佛的向好 也有官佛的向好 官大師之菩薩 官這個觀音菩薩 然後再官極樂世界的一正莊嚴 是這樣子的 那十四十五十六四 是三倍九品往生的 下品下生 下品下生 五逆十二地獄象限 就是要墮地獄了 要墮地獄了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有善知識來 叫他念佛 他太苦了 沒辦法念 沒辦法念 念是意念 心裡面 心裡面意念佛 他沒辦法 他那個時候太苦沒辦法 就好像 就好像人家一面跟你拔牙 你說那你心裡面念佛 我念不來 那個就尊重在那個痛上 那個苦上 沒辦法 就好像你手 你手放在那個一百度的熱水裡面 然後你一面念佛 你看看你念的來念不來 心裡面念不來的 那個太苦了 那怎麼辦呢 他說 那你真的念不來 沒關係 你就出聲念 心裡面也沒這麼念 但是你就勉強出聲念 所以說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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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十聲 念念 滅八十億結生死眾罪 後來我們就認為 念一聲佛 就可以滅八十億結生死眾罪 不對 不對喔 這個他不是這樣算的喔 我們我說 其實我們大多數的人 都是人允益允 人家這樣講 經典又有這種話 就認為是這樣 不對 下品終身的人 沒有無逆十二 他只造一般的二 没有五逆十二 他灭五十一节生死重罪 下品下生的灭八百一节 十生嘛 你要念十生嘛 要十念嘛 十生 那么你就可以不剁地义 念念一生灭八十一节 十生灭多少节 八百一节 他是这样子的 你给他好好看 然后他就灭八百一节 那你说我造的二越重 我念的佛 那念佛的功力差那么多吗 不对 那罪越重的念佛越殊胜吗 不是不是这样子的 他是说假设你 他因为这样 最后一刻他没有堕地义 堕地义 堕地义 你就要遭八百一节的生死重罪 那八是一个形容词而已 八是一个形容词 好像七有时候也是一个形容词 那么他就是你要遭非常多次的生死 要生死 那去极乐世界就是不用生死 这一生是最后一生的 极乐世界一生最后一生 但是 官无量受精 下品下身的 并不是真的去极乐世界 没有 没有 为什么我说没有 他不是说那可以往生吗 去极乐世界吗 去极乐世界 应该要像阿弥陀佛已经讲了这样 第一个 灵花化身 第二个 第二个 去到极乐世界可以看到诸上善人聚会一处 可以听到 风声 水声 铃声 还有上面有很多铃铛嘛 罗王嘛 都会讲法 都会说法 孔雀 鹦鹉 那么 佳陵 品且 这些鸟 鸟声 风声 水声 铃铛声 这些都会怎么样 都会说五根 五粒七绝之八正道 第一个 你会见佛 见到菩萨 第二个 你会听到法 就是佛法身三宝具足 见佛 然后有菩萨 有阿罗汉 生嘛 然后会听到法 三宝之具足的 但是下品的人 下品的人 下品下身 十二大节 十二大节 不见佛 不文法 那你说 你去到一个不见佛 不文法的净土 那 那这个净土是哪里 那只你好好想这些问题 你研究看看 你就知道 其实后来我们就变成说 就算五逆十二 因为阿弥陀佛有愿力 所以你只要 你只要 你只要愿意念佛 愿意往生 阿弥陀佛都会带你去 就是这个观念害死我们 真的 那我们后来就变成 其他的法门都没有用 也用不到 因为最后 最后我还是怎么样 我还是要 我还是要死 这是最后一关 所以后来都重视 临终次要 有没有 明清以后都流行这种 告诉你怎么好死 怎么死 怎么死得好 都没有告诉你怎么好好的活着 真的 这个是很冤枉的事 在家出家都这样 很冤枉 那都不知道怎么修 就只知道念佛 所有的法 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法门 拿到所有的宗派 后来都倒归净土 倒归净土 是没有关系 只是说 你都不知道 你都认为 其他的修行法门 只是硬紧的而已 就是实际上用不到 实际上用不到 那么你就会觉得 像很多主事就会影阿 英光大师也影阿 那个偶遇大师也影阿 就 那就是 末法一一人修行 汉一得道 末法一一人修行 汉一得道 第一个这现在是末法 末法一一人修行 汉一得道 唯一念佛得度生死 这个我也研究过 第一个 大吉经没有这段文 所以后来的人就不举大吉经了 就说经说 因为他实际上去找没有这段文 那这段文是透过 透过几张文章 应该是安乐吉里面出来的 道错 那么透过几本大圣经典 然后把它汇集起来说的 实际上没有这样讲 那就是有末法思想的经典 那么有念佛书圣的经典 那把这两个合集起来 就变成念佛才会造成这种殊胜 那现在是末法 你怎么修都没有用 所以念佛会有这种殊胜 就后来就变成 末法一一人修行 汉一得道 那唯一念佛得度生死 末法的现象就是说 大家都没在修行啊 末法的现象就是 比如说白衣 就法面进金嘛 也是像这样讲嘛 就白衣上座啦 那大家都没在修行啊 没有禅定啦 功夫啦 没有智慧啦 然后再加上念佛书圣的经典 结合起来就变成 末法没办法修行 只有念佛才是真正修行 后来就变成这样了 所以这种 因为念佛对我们影响太大了 造成 特别是 尤其是出家中也一样 出家中也一样 再加重念佛那也很好啦 就是信心嘛 反正他 他没有什么时间去读那么多经 他也不需要弘法立身 他也不是求解脱的 他出家 他在家本来就是 跟出家不一样 出家有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他要求解脱 一个就是他必须要 贺丹如来家 要弘法立身 要延续正法 他必须要这样 但是后来就变成 也多数的人也都只是念佛生净土 那么造成佛法越来越衰败 那越来越衰败就变成一个现象 就变成 你看吗 你看吗 现在是末法吗 都没有办法得解脱的人吗 就是导因为果 就是因为这个因 所以以前也有人问 以前有一个居士问佛陀啊 说 世尊啊 不论是居士问他 比丘问我忘了 就是阿汉清里面 应该是有一个长者 他问世家摩尼佛 他说 为什么 世尊你早期都没有自见 可是比丘都好 好喜欢学习 都得解脱 那你后来你 借制的越多 成就解脱 喜欢学习的人越少 这是什么原因 就是你规矩定的 借是一条一条制的嘛 后来就越制越多越制越多嘛 但有一个现象就是 没有自见的时候 大家都主动学习 好喜欢学习 而且都得成就 那么借越来越多 得成就的越来越少 那借 借不就是要帮助你得成就的吗 那你这样看起来 借好像没有帮 借越多 借越多 比丘修行的越少 没有借的时候 一千两百五十个的时候 哪有借 没有借啊 十二年后才自借啊 那十二年多少阿罗汉啊 十二年后 震阿罗汉的越来越少啊 一千两百五十个都是在 第四年的时候 舍利弗穆建人是第四年的时候 山加社更早 然后舍利弗穆建人 十大阿罗汉 除了虚普亭 除了虚普亭 基本上 基本上 在第六年之前都已经到齐了 虚普提比较晚 那么这一些 那个时候都还没自借哦 那个时候都还没自借 所以有人就问世尊 为什么 世尊治的借越多 那么比丘成就的越少 那这样 应该不要自借啊 这个就是导因为果 不是的 这个是因为比丘 越来越不想修行 所以才需要 越来越不想修行 越来越不会修行 所以才要自借来规范他们 并不是自了借之后 比丘不想修行 不会修行 而是因为比丘 越来越不想修行 越来越不会修行 所以必须规范他们 你自己守规矩 还要告诉你那么多 规矩干什么 那你就是 那你为什么这么不守规矩呢 因为你出家的心不一样嘛 一开始出家是要求解脱的 后来就是求什么 求过好生活的 现在有很多人这样 出家是因为 希望能够过上好的生活 安定的生活 就是让生活过得好一点的 那慢慢慢慢 这些人心不对嘛 那么所以 他就比较不会修行 他也不想修行 他也不会修行 那么 所以要必须要跟他们自规矩 好那没关系 但是你至少要做到这样这样这样 你不能这样这样这样 开始就有借 一条一条的借 一条一条的借 其实是这样 好 那这里我们说到 念佛 念佛 最早 我们说 我们刚才讲 所谓的无量寿经的庄严 庄严净土 跟观无量寿经 第一个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法战比丘是出家的 他是发菩提心的 那他对佛法是有了解的 如果你有疑 疑就是对佛法没有证件 具有证件 那么 当然 疑也是 疑 疑这个佛法 对 基本上 在家居士 在家居士 主要 信行人 信行人 他有所谓 等一下会讲 有所谓信行人 法行人 信行人 就是以信 念佛就是重信 信行人 信行人 主要就是事不坏信 对佛 对法 对身 具有完全的证件 证出国 是事不坏信 法行人 是得法眼镜 建元起 那么 对佛法有仪 在无量寿经里面 他是会生到什么 生到边地的 就是胞胎受生 五百岁不见佛 不文法 好像在天上一样 好像在北聚如洲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北聚如洲 观五亮寿经 他是说 生到净土里面 阿弥陀佛的净土里面 但是十二大劫 不见佛不文法 十二大劫 出来之后 观音菩萨才叫他发菩提心 那你说 你好好想 那个下丙下生 念念八十一节 生死重罪的 这个是生到净土吗 生到净土 十二大劫 不见佛不文法 不文法 那个还能叫净土吗 但是多数的人 不管那么多 他就是告诉你 你念佛一生 就念八十一节 生死重罪 不是这样算的 不是这样算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 这个净土 基本上 净土基本上 有四种净土 我们就现在先讲 其实这个是要放到净土法 我们那边讲的 我们现在先讲 人间净土 那么 僧文净土 这个人间净土 有凡有圣的 有凡夫的净土 那么也有 也有所谓的圣者的 凡圣同居土的 就是凡夫的净土 跟凡圣同居土 你说凡夫也有净土吗 有啊 北聚如洲就是啊 北聚如洲没有佛法 北聚如洲在我们这个世界内 他没有佛法 也因为这样 所以韦提菩萨不去嘛 北聚如洲 那么 一般不是 一般是北聚如洲 对 那 准提菩萨 不是准提菩萨讲错了 这个是韦陀菩萨 韦陀菩萨 叫做三洲嘛 他就是没有去 因为北聚如洲没有佛法 所以他就不去 不去那边佛法 那三洲感应嘛 其实这样 那凡圣同居土 那个是以后弥勒再来的时候 弥勒来这个人间的时候 弥勒来此成佛的时候 他就在人间成佛 所以他是那个时候 未来弥勒来成佛的时候 这个世界叫做人间净土 未来弥勒成佛的时候 因为弥勒是佛嘛 那么他有很多弟子 他也有凡夫 所以他那个时候 这个叫做凡圣同居土 那北聚如洲没有 他这个是凡夫的净土 那你如果 你如果对照 阿弥陀经讲的 这个黄金铺梯啦 七重轮往七重杭树啦 这些 他你再去对照 有空去对照 就 讲对照那个北聚如洲净土的概念 其实差不多一样 差不多一样 那 净土基本上是一天 天 天的概念失色的 好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生文净土 生文净土就是 那边都是三果的圣者 哪里 五不还天 你正三果的 你正三果 你正三果 你都是生到五不还天 社界的 无反无乐 善见善见 善见 射救净 五不还天 纯是生文净土 那个是生文净土 那其他的出国恶果 升到道立天啊 多帅天啊 那个像现在的多帅天 像现在的多帅天 他是菩萨净土 他又不一样 那像道立天也有出国恶果的 但是他不能叫净土 那菩萨净土 菩萨净土就是现在的多帅内院 现在的多帅内院 那么一般讲多帅天啊 但是多帅到底有没有内院这件事 还得讨论啊 有没有分内外院 一般就是多帅天啊 多帅内院是后来才讲的 那都多帅天 他因为有当来下身的佛在那里 所以那这个是也有人要往生到那里去 多帅净土 这个是菩萨净土 因为那边有一尊弥勒菩萨 他没有佛 没有佛啊 他最高的就是弥勒菩萨 当来下身佛啊 所以他不是佛果净土 净土里面 净土里面有佛果净土 这个是佛 这个是菩萨净土 这个是生文净土 那这里面 当来下身佛的时候 他是有佛 他也 那个时候人间就是佛果净土 人间是佛果净土 另外有一个就是佛 佛 佛果净土 就是有佛在里面 那有佛在里面又有分 有生文没生文 那菩萨一定有 像像这个阿弥陀佛的 阿弥陀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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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佛果净土 那佛果不一定是净土 佛果也有慧土 佛果有净土跟慧土 阿弥陀佛就是这些 慧土是什么 释迦佛的土 释迦佛的国土是慧土 五卓二世的 就是人比较可怜的 所以也有净土也有慧土 佛果有净土有慧土 那净土有生文菩萨佛跟凡夫的净土都有的 那我们后来是把佛跟净土连结在一起 那念佛生净土连结在一起 其实是这样 那所以 所以这个导师这里讲 念佛后面画个瓜糊 叫做佛天一如 那基本上是第一个 你念佛的概念跟念天一样 求保佑的嘛 天然就这样 然后你要生净土的心 跟生天的概念一样 现在的人基本上是这样 好 那我们来看 就是刚好讲到这个 我们就顺便 顺便把这个稍微说一下 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好 他开始流行 重现身的利益 你看他讲 重信仰 重他利益 重事项 重修行 重现身利益 那么特别的代表就是念佛 后来念咒就更复杂了 密教的念咒 那个就更复杂了 好 那我们来看 他说晚年 运顺导师 到了晚年 多读经典 年纪大 去到哪里也不容易了 觉得适应信真上的方便 这个叫做信真上 就增加信心的 如照塔照相念佛送经 存在于佛教中的义方便 那么 义方便是依法法经讲的 更于义方便 那么 他说对佛法 一方面就是特别的 特别的方便 特殊的教导 对佛法思想的演化 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现在我们就看出来了 其实佛教 念佛法门 对我们佛教 其实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特别是北传的佛教 南传的还没有 这样传的念佛也有 但也没有那么 影响那么深 真的 我们大概北传佛法 念佛超度 这两个 对我们的影响比较深 那 就是佛法本来是种在这一生 叫做此时此地此人 修行 就是现在 就是自己修行 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现在 就是自己 叫做此时此地人 他种的是这个 后来就不是 种在未来 来生 来生得利益 而不是现在得利益 现在修 现在得利益 现在念佛 来生得净土 种来生 然后种什么 就是种他方 不是在这个地方 在他方 佛果 或是到弥勒净土 到天上 到东方 到西方 到南方 那不是自己修 我念佛 佛加持我 佛的本愿力 让我可以去 他就变成这样 就他利 不是种在自己怎么修 而是种在这个佛 有没有发大愿 他有发大愿 我才能去 其他的佛 没有发那么大的愿 我去不了 那我就要依这个佛 发的愿 我相应于他 而不是我自己发大愿 我自己要修 而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去 多数的念佛的人都是认为 我们能够去净土 不是自己的力量 是阿弥陀佛的悲愿 四十八愿 里面的第十八愿 就十念往生的愿 其实四十八愿不能拆开看的 四十八愿不能拆开看的 真的 那很多人 就是我们叫做断章取义 关无量寿经也是这样 一念就往生了 那夏平夏生都往生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子说的 佛经不能这样看的 就好像一台机车 整台才算机车 你说引擎最重要 你只有拿那个引擎能跑吗 没有轮子也跑不了啊 但是我们现在念佛法有点像这样 有点像这样 其实这个是错误的 那这里讲到 导师说到 因为他看到了 这个念佛法 尤其导师那个时代更是这样 就是 寺院多数都是 多数都是超度死人的法会 多数 多数 那么 那么多数的修行人 不管在家出家 都是念佛的 就算你不念佛 你也是倒归进度 未来要往生的 从明清以后都是这样 那么造成 造成后来佛法越来越狭窄 那佛法越来越不知道 因为知道也没有用啊 知道那么多也没有用 没有得用 那你只要依照 依照阿弥陀佛的本愿 多数是念阿弥陀佛 后来因为 后来因为很多医生护士 觉得他们是做医生做护士的 那应该要往生到药师佛去 所以还有很多生病的人 念药师佛得健康的 所以就开始提倡药师净土 开始提倡这样 那么所以在中国的 在大圣北传 像台湾一样 都是药师净土 弥勒净土 跟什么 跟弥陀净土 这三大净土 主要是三大净土 那导师说这个 信真上的方便 就是增加你信心的 像造塔 造相 念佛 诵经 这一些对佛法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所以导师曾经写一本书 叫做方便之道 在华语集里面有 应该不知道第四册 第几册 第三册 我不晓得你们去看一下 方便之道 就是这个世间的方便 那怎么样运用 那 那我们再讲到这里所谓的 信真上这个问题 信真上 佛法基本上 佛法基本上 除了此时此地此人之外 它有一个概念叫做 契礼契基 先要契礼 没有契礼 那么你说的佛法跟外道一样 但是没有契基 没有契基 你讲的人不用听 有讲跟没讲也一样 因为你说的是真实的很殊胜 但是大家不相信啊 或是大家不愿意听啊 听不懂啊 那 那有讲跟没讲一样 就契礼不契基 宗世贤言语 所以导师很厉害 他一下子就举出 人间佛教的几个重点 此时此地此人的 契礼契基的人间佛教 契礼跟契基 那么此时此地此人 佛法的修行重点 第一个一定要自己修 一定要自己修 佛的愿力再大 都没办法加持你 这个你一定要知道 不管是哪一尊佛都一样 释迦佛做不到的 阿弥陀佛也做不到 不可能说阿弥陀佛 比释迦摩尼佛厉害 他是无量光 所以释迦佛做不到 阿弥陀佛可以 没有 佛是无上 没有分高低 那只是应对众生说法不一样 那契礼跟契基 现在讲到所谓的信真上 现在我们要讲信真上 那等一下再来讲这个概念 先讲这个 契礼 契礼不契基 契礼就是契合佛法的道理 契合佛法相应 契礼不契基 终是弦言语 你讲的是有道理 但是 你讲的不入他的心 他听不懂 第一个他听不懂 第二个他不喜欢 那就没有用啊 所以他有世西坛 要什么 要有世间西坛 要有为人西坛 所以佛法第一点是 第一个你讲的是对的 这个是一定要 契礼一定要放到第一位 那么 再来就是你要让他 听完之后心生欢喜 所以佛经 如是我闻 后面都是什么 欢喜信送 他一定要欢喜 就是他契路 契路他 和他的心意嘛 你看最最前面都是如是我闻 如是我闻就是契礼啊 我说的这个是从佛陀那边传下来的 真的是佛所说的 不是我随便编的 合乎佛法的 这如是我闻 然后开始讲 讲到最后 最后啦 听完了 欢喜信寿 欢喜信寿才能怎么样 后面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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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依教奉行啊 欢喜信后才能依教奉行啊 依教奉行就是如法修行啊 就是如实修行啊 那么如实修行才能得功德啊 才能得到他佛法的作用啊 其实是这样的 佛法是这样来的 但后来都没有啊 后来我们就从头念到尾和牙 然后就有功德了 哪来的 第一个 第一个 你有没有生欢喜 肯定有啦 你喜欢念嘛 但是你的欢喜 不是因为理解佛法的欢喜 你是念完了觉得好像赚钱一样 我今天上完班了 我有多少钱 那一个月领一次 或一年领一次 那你是一辈子领一次 到死了之后 然后就往生进入 或是拿你功德 或是你要回向给谁 变成这样了 其实不是的 佛法不是这样 你要先欢喜 欢喜是你气离啦 你你领悟于心 了然于心啊 哇真的是这样 然后你信受 相信 受辞 受辞 受辞就是意念不忘 受辞是意念不忘哦 意词跟受辞啊 这个受 这个是受辞 就是我们叫做意念不忘 因为以前没有书嘛 所以听了 背起来要意念不忘 这个叫做辞 那欢喜信受 然后就照着你理解的 你知道的修行之地去修 修了得成就 它是这样子的 所以一开始都是如是我闻嘛 如是我闻 后面一定是什么 地听地听善思念之 善思念之 通常是这样啊 然后地听地听 地听地听 仔细听专心听 地听地听 然后好好想 想清楚想明白 然后 然后底下 还没讲就讲先讲这个啦 然后 后面就开始讲 怎样怎样 怎样 开始讲 讲完了之后 欢喜信受 依教奉险 完整的赤地 那内容你就要知道啦 第一个你讲的要气理 你讲的气理 听的人 听的人想的想错了 或是听错了 那也不对 所以要地听地听 我是这样讲 你是这样说 啊不对 不对喔 就是说 听我讲是讲对啦 但是你听听错啦 或是你听也听对啦 但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想想错了 那这样也不行喔 所以清静善思 听文正法 如理思维 要依了意 不依不了意 依依不依语 他讲的就是这个啊 然后 完了之后 要欢喜信受 这个都完成啦 那底下就开始讲 开始讲 讲这个经 他有赤地嘛 修行的赤地嘛 修行的理念嘛 我们说过 一本经主要是 修行的理念 修行的赤地 修行的功德 这三大部分嘛 那我们都只记得修行的功德而已啊 但是你有没有修行 没有念完 念经就是修行 念佛就是修行 比如说念佛的功德 如来应共正边之明行主 那你知道如来是什么 应共是什么 如来是趁如实之道而来 就是 他理解了世间的真实道理 应共是什么 他有具有慈悲 有很大的 不失的力量 然后有很大的福德 应受人天供养 那你有吗 你念佛 你有想说我要跟佛一样吗 没有 你没有这样想啊 你没有这样想啊 那念法呢 念法你念完了就算有功德了 你有想说 他教我这样修 我就必须要这样修 你有这样讲吗 没有 那所以你有这个功德吗 没有 你念佛不是念佛本身有功德 念佛名号本身有功德 不是 是你念了佛之后 升起意念的心 意念不忘 你如佛就像你归依 归依 我们常常讲嘛 归依佛不多地义 归依法不多恶鬼 归依生不多畜生 他不是说 不是说 我有归依三宝 我有归依证书的 我不会下地义 那你归依算什么 提伯达多 都跟佛出家 他没归依吗 他为什么下地义 那你说归依佛不多地义 归依的意思是什么 归依的意思不是 你有归依证教 你有归依 不是啦 归依就是什么 向佛学习 你没有向佛学习 你只是说 你只是说 哦 我归依三宝 我归依佛 你念佛也一样 我有念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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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是释迦牟尼佛 要是流利光佛 我有念佛 你有念佛 但你有没有学佛 没有啊 你有没有如佛修行 没有啊 你念佛不学佛 佛本身都要修行才会有功德 你不用 你只要念佛就有功德 你比佛厉害 你这尊佛更厉害 有这种吗 没有 所以不要误会 真的不要误会 然后后来 后来我们先来看来这个 契礼契基 契礼是第一位 那契礼不契基 所以才有方便吗 易方便吗 先让你欢喜嘛 叫世西谈嘛 然后依着你的世间的 世间的习惯 依着你个人的 个人的特别的习惯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不契基 忠是贤言语 他听不进去 听不进去就没有用 但是如果你是为了契基 后来就被人众为了契基 为了讨人欢喜 契基不契礼 那跟外道一样 等同于外道 等同外道说 你就一般就是这样嘛 你念这本经功德多大 你只要看那一本经 没有讲修行的概念 没有讲修行的次第 只有讲 有没有这本经 有 只有讲持这个咒 有多大功德 多大功德 那可以消多少罪障 多少罪障 只讲这样的 那个都不是佛法 那个都是不是佛法 佛法在讲功德以前 一定会告诉你 一定会告诉你怎么修 如果只是念佛 把这本经念完 很多经是这样的哦 那个都编的 不可能 佛陀不可能 说这么合的 你听不懂 要不说到什么 你就不要管那些 你识的就是对了 有相相有保比 没有这种事 那 所以佛法里面 基本上是契礼跟契基的 那这里 我们再把在五分钟就好 把这讲 就是信真上 信真上 讲到这个真上 一般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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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圣的 现在就讲大圣的 如果是小 解脱道里面 叫做信行跟法行 解脱道里面 是信行人 法行人 主要是这两类 大圣里面有所谓的信真上 卑真上 至真上 已经至真上 这三种人 这三种人 那如果讲三真上的话 那是阿含经里面 另外一种说法 叫做戒定位 戒真上学 心真上学 心就是定 然后会真上学 基本上是这样 那现在讲的是这个 好 我们先下课 等下再继续讲 好 好 好